据新华社10月13日报道 韩国总统文在寅12日下令彻查 一起地产开发项目腐败案 这起不断发酵的案件 因牵涉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经济到知识李在明成为韩国近期最热门话题之一 该腐败案涉案金额为5亿韩元 最大在野党国民立党党指认李在明 是这一项目的背后主谋 呼吁展开独立调查并敦促他退出总统选举 李在明否认与这些案件有关联 他已请求与文在寅见面 双方正在讨论会面相关事宜 随着案件不断发酵 李在明12日紧急召开记者会 表示将案源计划 接受国会对经济到政府的国政监察 不会辞去知识职务 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文在寅表态的前一天 其所在的共同民主党确认 李在明赢得总统候选人党内初选 将代表这一政党参加明年的总统选举 据知情人士爆料 文在寅12日上午下令彻查 城南地产腐败案 可能是认为到了该发生的时候 文在寅先前一直没有就此事做出回应 是考虑到他的表态可能影响党内初选结果 韩国定于明年3月9日举行总统选举 韩国社会舆论研究所 一向最新民调结果显示 李在明在总统候选人中处于领跑位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文字幕——YK